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今天 加權指數中場以下跌30點做收後 今天的開盤法是2點低盤 本來就容易收在 當天的最低點到次低點 不過投資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2點低盤在隔日充的應用 上個禮拜五 劉老師是跟大家預告 開盤882點低盤的應用叫做 2點低盤任何拉台階甲上 隔天會繼續向他取低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囉 到這邊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這盤式格局明天還會繼續 進行一個短波的下探 那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是不是又重新跌破 這個8310以下這個位階 還有這根放量的草紅K不可以 太過快速的被去做吞噬 否則那裡的片線又多的盤式格局 越來越明顯 那很可能會全線的引動法人的賣壓 好不好 今天劉老師要跟大家談幾檔股票 在下半段的節目跟大家聊 好 這一檔股票叫做2409的友達 我想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手上一定有友達 有盛華 有群創喔 但是如果手上 劉老師每一波提醒到大家 賣這幾檔股票 不然今天灌到跌停板的洋華 觸控以及面板相關概念股 你手上任何那一波前面的高點 劉老師提醒到大家賣的時間點 你都沒有出的 接下來幾個交易證 你也稍微忍耐一下這短期的低點 好 我認為如果再往下殺下去 這幾檔股票很可能反而是 大盤如果有2400點的風險狀況之下 反而這批股票由於先見到了3955的低點 好 大盤即便跌 他可能也跌不下去了 好不好 好 那不要再追殺了 3955低基期的股票 反而在這個禮拜 加全指數字週限的三紅變盤轉折 往下殺 交代89週的變盤轉折低 向上變盤喔 那這檔股票叫3556的核銳 包含今天翼龍店的一個向下關低 包含TBK的向下回測 我認為觸控在這兩個禮拜以來 絕對是沒有任何媒體會給他好的臉色看的 可是我的看法跟市場不一樣 導致朋友 為什麼不在上個月 9月10號 和瑞亞公道118.8漲停板的時候 第二根漲停板架差那時刻點 提醒到大家觸控有回檔的一個風險咧 等到這盤式格局再殺下來TPK 殺到270塊錢這個位階 每個人現階段只要罵紅達店TPK 感覺整集的節目就混過去了 那廖老師說其實如果你118.8 這個位置點把它促清一趟 10張到今天為止80塊4 10張已經整整超了38萬 那我會希望手上有觸控相關題材的 佐治朋友你不要自己去面對 以及今天宏達店灌到126.5 126塊錢跌領板喔 廖老師其實在10月1號 甚至於過去整整13個交換一日 我都跟大家講你不必急 如果有回測127塊錢上下 類似上個禮拜的開盤點 或是今天尾盤灌到跌頂板的時候 才會是宏達店比較漂亮的買訊 相當回來 廖老師也跟他報告我認為 89週89個月的轉折第一 宏達店絕對有希望做一個全力反擊的動作 那我們甚至於請新進的會員朋友 在跌頂板大概是在1點10分左右未接 開始做一個進場佈局 好 同志朋友 我剛剛講到的這些股票 當然不只限宏達店 我認為絕對有希望賺回來 可是你一定要學到對的方法 包含多做一些交叉 包含你套牢的比較高的 那我們用別的商品想辦法提前把它賺回來 好不好 不過同志朋友 宏達店你一定要保留希望 好 這一次你願不願意幫助您自己 好 您願不願意幫助您自己 不要再自己去找最難的這一檔股票做操作 更何況你現在沒有方法 更何況 廖老師今天要跟大家報告一個主題 這是今天第二天再跟大家講 董事朋友 我認為這大盤風險越來越高了 你千萬不能夠疏忽 像這兩天所有的媒體 上個禮拜五以及今天盤前 你看到所有報章媒體都告訴你說 這盤市格局好像無風無浪 在國內的政治氣氛已經轉嫁的狀況 好像這大盤就要噴出一波到底 現階段再倒數這兩個交易者 你看到所有的幾把媒體 一定告訴你說 8439避過 8500上看9000 所有人都偏向樂觀的氣氛了 那因此劉老師今天要跟大家聊 大盤有可能有少數的機會 要去疊2400點 這個議題在今天跟大家聊 我就會覺得非常有意義的 好不好 好 今天加減指數中場下跌30點 好 那日線圖已經連續兩天 沒有再去創一個短波段的一個新高了 好 投資朋友 劉老師 會員朋友的交易動作是 今天還是請會員朋友 新進會員朋友進行一個佈空 我甚至於在上個禮拜 台子期貨盤中大漲200點 加減指數大漲140點當天 是不是告訴大家 XABC叫做右多盤 三天之內必見百點以上的中場黑 有沒有 只是告訴你高檔區那個位置點 你要加空第二筆空單 好 投資朋友 從那個相對轉折高點 台子期貨盤最高點8393 今天盤中最低點在哪裡 8296 好 兩天的時間已經差了 100點中場黑的加差了 好 可是這兩天媒體怎麼告訴你 這裡沒有任何風險 加減指數要噴出8500 9000 隨便媒體怎麼樣去喊 可是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 連續兩天的時間 加減指數 成交量到今天為止 上個禮拜五收到900億元 今天破900億了 好 10月3號 加減指數大漲140點的位置點 外資一口氣 當天大滿4350口 結果禮拜五的時間點 一口氣賣超4800口 今天呢 龐厚重碼 再賣3459口 所以投資朋友 我們現在很可以明顯地去定義 上個禮拜四 那個短波相機啊 完完全全只是熱錢的短波炒作 那你就要注意 這個短波炒作是為了 製造一個加減指數的高點 XABC之後 道瓊工業指數急殺快1000點了 那我們非常可能會複製 道瓊工業指數XABC向上掉高之後 有一個反轉下殺的風險喔 為什麼劉老師要這樣跟大家講呢 來 投資朋友 這個是劉老師上個禮拜五的盤後稿 我們跟大家報告到說 全球的風險急劇升高了喔 那在上個禮拜五 我的盤後稿 我告訴我會裡面有說 投資朋友如果大盤有可能要跌2400點 我說有少輸的機會 我們不是維園手平空穴來風 那因為我擔心大盤複製 2011年加減指數公高到9089的位置點 然後在8月2號的時刻點 你在美國的一年期CDS 公債的一年期CDS 暴衝衝出5年的CDS的時間點 以及在今年 就是上個禮拜這個位置點 一口氣噴出大漲 在禮拜五收盤的時候 再創波段新高又漲到45了喔 那個時刻點發生了什麼事咧 美國兩黨因為債務上限的一個爭議 他在8月2號是債務上限的調整 最後最後的期限 結果他在那個倒數8個小時之前 兩黨才達成協商 結果標普認為 美國的政治人物非常不成熟 所以即便在三個交易日之後 8月5號開始調降美國的再性平等 結果一出現這個再性平等 調降一個狀況之下 倒數工業指數一回來 從8月份 從8月5號的下一個交易日開始 加權指數5個交易日 從8700點一路擊殺到7148 僅僅只花了5天時間 大盤大跌了1700點 所以劉老師絕對不是唯言聳聽 我提醒你 這裡有可能有這樣子的風險出現了 那因此如果加權指數在這個禮拜 好到這邊我們數一下喔 這個禮拜往前數1 2 3 4 5 6 7 8 是不是這個轉折低 9 10 11 12 13 8 26 好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剛好又是8439以來 周線的三重變盤轉折高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波浪 最難的波浪叫做時間波浪 那時間波浪其中有一塊的一個課程 我在我每天的 早上10點鐘 梁老師都有一個開盤八法跟 波浪理論的盤通即時一個教學喔 好類似上個禮拜我們就講到這個時間波浪 以及今天開盤八法 還有上個禮拜為什麼加權指數大漲 來到8385的位置點 我告訴大家那裡就是壓力過不去 過8385就是空點 這盤是格局 兩天已經上了100點加的差 為什麼 因為開盤八法出現三點高盤的變盤轉折訊 加上波浪理論的XABC 所知朋友 那梁老師跟大家談這個位置點的時刻 你對照媒體的戲份 好跟到今天亮做到900億元 是不是完完全全按照梁老師盤中即時教學的 跟大家預告的完全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梁老師波浪理論跟開盤八法 會是最準確的咧 好 那所以這些獨門的一些看盤技巧 我會希望說 如果是我的會員朋友 現在每一個會員朋友入會的時候 我都會送給他這樣的一個教學課程 好 在每天盤中即時 梁老師一邊幫大家教 好 我第二第三第四代 以及甚至於我們的開盤八法 已經寫到第五代了 好 這個以前你手上 如果你有梁老師的技術別策 這絕對都沒有 這是全新的技術教學的一個課程 好 那如果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有幾個交易日的時間 你有免費的4月帳號 好 那由於涉及的盤中的價位支撐 好 這些的研判動作 梁老師一定要用一個鎖取 這個鎖定帳號密碼的方式 才能進行一個盤中的教學 那尤其其我選擇權 關於開盤八法 關於波浪理論 好 波浪理論幫助你去規劃測距 開盤八法領先市場 在早上的9點15分 你就把今天都可以先把它規劃出來 這樣的一個課程 我想對於大部分的投資朋友來講 絕對非常的受用 我會希望 不論是我的會員朋友 或者是觀眾朋友 接下來盤市格局 這個禮拜 既然是週限這麼重要的 變盤轉折時刻點 你就當作是劉老師陪著大家 在盤中第一線的時間 幫你去掌握大盤變盤轉折之後的 一個獲利機會 好不好 好 所以簡單跟大家交代喔 我認為投資朋友 三重變盤轉折招 好 那我寫這裡是8 代表RSV 錯過了這個禮拜之後 連續9週會向上扣高 什麼樣意思 大盤的壓力從下個禮拜開始 會非常明顯的 做一個向下壓制的動作 好 那在這裡你就不能夠去排除 後續的風險喔 好 那怎麼樣把風險 化成獲利的機會 好 六老師在線上教學 也即時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不好 好 想要收取帳號密碼的投資朋友 廣告中兩分的時間 麻煩大家好掌握 下半段 紅大丁到底怎麼樣看呢 兩分鐘之後 廖師局幫他解析 最優質的團隊 最難得的是 戶戶挑高3米6 台北車站10分鐘 買得起的水岸人生 三連上和元 2293 23333 最結實的股市訊息 最專業的投資分析 最頂尖的股市名師 都在固德投顧新版網站 及手機APP 關鍵字搜尋 固德一投顧 第一手資訊 盡在固德 免費服務熱線 02 2578 300 2578 3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擁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匯資訊專線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用心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 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森田藥妆高純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妆 爸爸 老派清理窗 真理附的是島快 水面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 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 白有 森田藥妆高純度 玻尿酸面膜 好 好 那我們現場 相較於這兩個交易日 投資朋友你可以看到 所有媒體的態度是 我個人認為是完完全全忽略 應該提醒你說 後續這盤市格局的一個風險 這是禮拜五報章媒體的頭條 叫做股期會試狂飆 投資朋友兩天 外資已經倒掉8000口的多單 好 然後這是今天 媒體報章中的頭條 趕熱錢入股市 這盤市格局 好像家瑄指出 今天禮拜一 非要慶祝政治和解 非要噴出不可 投資朋友今天居然連平板上 都沒開出來 好 所以李老師就要提醒到 所有投資朋友說 這個是最新的CDS一個報價 在禮拜五的收盤 再漲8.3% 而且出現了一個月期的 國休業縣殖利率 大於3個月 1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大於5年 好 這個盤市格局 不只是一隻黑天鵝啦 已經3隻黑天鵝出現說 提醒你要注意這裡的風險喔 好 那你就不能夠默示說 劉老師在上個禮拜跟大家講到的 這個盤市格局 如果真的往下做一個變盤轉折 後續的風險 由於道雄已經漲了55個月 有很多股票交代55個月 89個月的變盤轉折高 一修正2、3個月以上的 通常空的走勢 這是其實這裡的風險 真的非常高 那我又擔心說 加權指數來到這個位階 我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喔 短期國庫建 雖然一年級供貸殖利率已經出現反轉顯影像 CDS這個暴衝 這已經不只是一隻黑天鵝囉 雖然限制讓你對照隔夜財款利率 仍然非常平穩 市場目前的反應明顯解決為 沒有像這個2008年金融海嘯 市場確認確認現金喔 所以把這一波的回撤 認為是美國的單一政治僵局事件 它只是政治事件 而不是經濟由這裡開始 全球的系統性的一個風險 好 投資朋友 但是第一個 10月17號舉高商店 沒有過的狀況之下 你也不能夠掉以進行嘛 好 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2011年8月5號 調降美國姓平之後 台股5天擊殺1700點 好 而且美國股市 日本都已經在股市瀕臨臨界值喔 好 只要經濟數據不如預期 再引動一波下探 美股將確認 來 這個是道成工業指數喔 導致朋友一個半年的三尊頭 已經確認完成了 而且這裡是XABC 一路一路往下殺嘛 好 是不是劉老師所說的 XABC要知道又多掉高 是為了後續向下殺盤 好 那這是日本 導致朋友 來 今天再殺一根藏黑喔 那劉老師把一個短期均線 調出來給大家看 好 這是五日線 這是十日線 這是二十日線 這是六十日線 好 所有短期均線 使用叫他正式流破季線 而且季線的扣底 只是在扣這一段 好 藍色的箭頭在這裡 等於一個月的時間 日經扣底高點 如果以程式交易易來講 日本已經怎樣 確定走中產空 好 所以 導致朋友 你不要默示一個現實是說 現在國際股市 普遍把美股把日本的回檔 把它解讀為 因為政治事件老盤 好 其實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大家都認為是政治事件 所以這個煙幕喔 掩蔽了其實他們的經濟的一個成長動能 已經在第四季明顯向下走低的一個事實 股市率先開始領跌了 好 所以近期關於政治事件的一個爭議 其實只是一個木木蛋 實際上面日本跟美股 已經出現一個中產空的波段邁訊 那台股有機會在這裡獨強嗎 那你要補出適當的一個成交量 證明給我們看 對不對 好 那 總之朋友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加權指數日線圖的一個格局 來 這個是加權指數 掌聲朋友 在這一根大量出現的時刻點 好 加權指數在這裡 8439的前量三個交易日 後來量補不出來量補不出來 急殺一波800點 好 同樣的 再一根千億元以上量能槽 在這裡 五個交易日之後見8265 你量就是沒有 這一波就是最後的多頭絕境 後來又殺了一波500點 好 那如果這盤式格局 要有劉老師改變 我對於盤式格局 你要比較保守的看法 接下來三五個交易日 你要再補出一根最少 1000億元到1100億元的一個成交量 我就認為我必須要翻多 不然的話接下來的投資朋友 就像上個禮拜 劉老師為什麼在發 10月3號的時刻點跟大家講 好 XABC叫做什麼 又多 三日必見白臉中長黑 是不是告訴大家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XABC 有急殺向下反轉的風險 好 那 8385以上就是波段的空訓 你絕對不能追 這盤式格局有沒有下殺 好 所以剛好借用今天的例子 劉老師在跟大家聊我們的一個技術教學 就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 好 因為剛好搭配 好 劉老師想要幫大家去掌握一波 我認為期望值最大的是 短波先往下做 好 短波先往下做 好 那 由農友投資朋友過去整整半年以來 沒有很明確地去掌握到 這一波向上的行情 這一波向下的行情 這一波向上的行情 這一波向上的行情 這一波向下的行情 這一波向上 而接下來的盤式格局 55個月 89個月波段反轉 是不是守到這裡能守 不曉得 但是這一段是有的 好 那機會來了 因為訊號跟證據已經非常明顯了 好 那所以劉老師覺得 劉老師的這段課程非常有意義 而如果您在不論是其權方面的一個商品 個股方面的一個佈局 同志朋友 我們在4月16號的時候 提醒大家噴出嘎空 4月16號提醒大家噴出嘎空一波到底 5月23號提醒你雙壓要空 波段擊殺向下反轉 這盤式格局會回來相抵 好 等到殺到了6月25 劉老師告訴你說 對 我知道外資大賣了1300億 那我問大家誰把股票買走了 我告訴你說 從6月25號 嘎空一波到底 家權指數至少要意義上面先交代8439 好 其實現貨 家權指數以現階段的位計來講 你感覺是8376對不對 加300點除全息呢 大盤已經8700點了 好 要喊多 應該是在5 6月25號的時候 喊嘎空一波到底走ABC 好 這個盤式格局從這個位置點 是不是走ABC XABC 至少完成誘多的形式再來考慮反轉 7月11號提醒你如果打低下來 好 短波未來那個位置點都不是高點 所以 同志朋友 我希望你把接下來的盤式格局 大盤操作難度真的非常高 而且我認為接下來的盤式格局 你絕對不會操作 好 你就放心交給尤雅老師的操盤 順便搭配著技術教學一起進行 好吧 那至於個股 林老師說 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是 當初提醒你說 和瑞亞9月10號要出清 殺下來反而有機械完成ABC的等落 RSV連續9日扣低 好 注意買訓了怎麼看 再來這是友達 好 下個禮拜剛好是5週13週 21週34週的變盤轉折 我們是友達這裡買 這裡賣 這裡買 這裡賣 壓回來 我記得是在日線圖的格局 這裡重新買回來 到8月27號的時刻點 這個轉折高 再請你出清一次 今天破底了 好 即便是像友達這麼大型的股票 你只要買賣訓掌握得好 投資朋友另外一檔股票 好 5月21號的時刻點 這檔股票叫做3481的群創 在哪裡 20.95 最高一根K線 你今天可以買12.25 幾乎賣一張 你可以重新再把兩張的群創 友達買回來了 再好的股票 利空要肯買 好 空頭的末端 等到利多全部出來了 多頭都末端了 要勇敢賣 否則你今年全部白忙一場 好吧 好 宏達電 五大理由 廖老師認為絕對有希望 好 我們現在跌停板的時刻點 好 由於它是3955相對低機器 好 KD指RSV連續扣D9D 好 所以你要開始去找宏達電 在大盤有長空吸浪風險狀況之下 一不小心少數機率 可能有2000多點的跌幅 我反而這些已經交代 3955相對低機器的股票 好 會是類似像 廖老師跟大家預告 好 反而大盤有機會跌 我們買這些個股的風險 反而相對低 在大盤即便有向下走低的風險過程裡面 你照樣能夠掌握到 做多獲利的機會 好 可是少部分的股票要多 我的盤勢格局 操盤的主軸卻是空 為了避免你誤解 我們接下來布局的一個方向 我想你直接有我的訊息 來幫你去掌握後續的行情更重要 好不好 大盤絕對有行情 第一個時間切入後續的一個脈絡 如果有任何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 黑黃金 B鑽石 直接下旋律老師的服務人員 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在看我嗎 你在看我嗎 你還在看我嗎 用眼過度了 兒童越早近視 度數增加越快 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 兩歲以下兒童 避免觀看螢幕 大於兩歲兒童 每日不超過一到兩小時 增加戶外活動 親子共同預防近視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關心您 最及時的股市訊息 最專業的投資分析 最頂尖的股市民師 都在固德投顧新版網站 及手機APP 關鍵字搜尋固德一投顧 第一手資訊盡在固德 免費服務熱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匯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PMG國際團隊 獻給那壺最美的禮物 樹的大陽台 水的空中花園 一戶一提廳 一戶雙樹苑 女主人的空中花園